一般去整理这个图了 一般我的习惯是这样 就是我会从 如果我讲过 如果直径的话把它改半径 所以这边的话里面从里面画到外面去好了 从里面这边有一个这个 45就22.5 那这边34这边是45 所以我会需要先画三个圆 画完三个圆之后的话再来处理 这边有这个一样的这个一样的 这一样的 所以最后做环境这点就好了 那其实我们来处理了 他有个讯息 他说这边 折过来的话 这边到这边是 55 所以这边应该是多少度 这边一个是90 所以这是35度的 35 那你要处理哪一个会比较简单 其实处理 先做一个这个会比较比较简单 为什么 因为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我们只要先画一条线 从这边 画过来的话 画过来 这边 那这条线的角度应该是多少 那就55 转过来 所以他是 环形正列 转过来的话 他是 没错 65 65 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 120度 他们之间的关系是 300 120度嘛 对不对 120 对 这个应该是多少 这应该是60 因为每一个是 一个 就是 每一个是 120度 所以这个应该是65度 也就是你就处理的话 是处理这个我们用极坐标 画一条线嘛对不对 然后这边就画了两个圆 对不对 然后这边再画一个弧 再用切切半切出来 就这个部分就做出来了 然后再用环形正列 这一题就完成了 看到这意思吗 其实这边 其实这边 他告诉我们这边 然后转过来之后 因为 这个间距是多少 一整个是 三个 360除以 3 120 那这边占了55 那这边就65度 对 也就是我们可以用极坐标 先设定65度 就可以画出 这个地方的一条线好了 有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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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